家有真爱乡满亭 宜亲传承和家月 大家平安 这里是屋檐下的时光 希望一月的香气 常漂布在您与所爱的家人身边 在一个家庭的地下室中 父亲以地下室的门框 为他的儿子量身高 让孩子站在门框边 用尺量测身高 再用铅笔在门框上画一下 这是许多家庭会用来量测孩子身高的方式 也可以见证孩子的成长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一把尺的功用不只是量长度 有一天儿子兴奋地对爸爸说 爸爸帮我量一下身高 爸爸说 又长高了 儿子十分的开心 但有一件事情让他更在乎的是 爸爸是否量出他正确真实的高度 而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一番 就将尺拉高一点 当我们任何一个人被尺丈量时 最在意那把尺有没有被压得过低 又当我们拿了尺自我丈量时 总又很自然地稍稍地往上面推一点 就这么一压一抬 有谁知道 往往无形中已酝酿着不知何时会席卷而来的风暴 这把尺就犹如是对自己的吹捧 或是对别人的轻视贬义 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省茶 我们丈量自己的时候到底是用哪一种尺 自大的尺 在自己成为老恋 并且年纪增长之后 我们怎么看待那些年纪比我们小 或是经历比我们少之人的意见 往往在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 甚至在许多成功之后 人就渐渐地自大起来 是否还能去接受其他人的想法 接受其他人的成功 尤其是面对比自己还要年幼者的意见 或者只因依着他人的外表 外观 刻板印象 就以此来认定他的想法 在圣经中 年少的大卫 在对非利式人的战争当中 敢于面对众人不敢挑战的巨人戈利亚 但是当他勇敢地在众人面前说 这位受割离的非利式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大卫的兄长以利亚 是第一个泼他冷水的 甚至责备大卫心怀恶意与骄傲 认为大卫到战场就是要看热闹 而当时的君王扫罗 也认为大卫太年轻 不可能打赢巨人戈利亚 甚至战场上连戈利亚也对于 这年少的大卫充满嘲讽 然而大卫面对他 却说出一句千古名言 你来攻击我 是靠着刀枪和铜脊 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 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又将非利式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 地上的野兽吃 使谱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 谦卑的尺 谦卑 谦卑再谦卑 是目前生活中常听到的一句话 出自一位执政者 表达了这位执政者 认为在高位者人的应该有的心态 但这却是不容易做到 如同刚刚所言 人在获得成功之后 往往会忽视那些在某方面不如自己之人的想法 但终究人不是完美的 在某方面有成就 不表示我们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超越他人 这时候谦卑地接受别人的意见想法 往往可以引来更好的结果 甚至更大的成功 因此谦卑地接受别人的意见 其实是在帮助自己 圣经上记载着 当大卫当上了以色列王 且国家比以往更平顺的时期 大卫王却也犯下大错误 夺取他人的妻子 并设谋将其丈夫害死 这个时候 神差一位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 而大卫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在先知面前低头 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且还将自己的错误写成诗歌 一位高高在上的君王 在自己犯下错误之后 还可以向神的先知低头 承认自己的过错 人的谦卑 往往可以在一个人犯错的时候 挽回自己 免得再犯下更大的错误 人若认知道 人难免会软弱犯错 若能实时保持谦卑地 接受别人的提醒教导 对自己是大有好处帮助的 圣经上记载着 妇女们曾赞美比较当时的扫罗王与大卫 说到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导致扫罗开始仇恨大卫 使用各样的计谋想要除掉大卫 嫉妒的心在王的心里面发芽 然而大卫却因着神的保护 一次次地脱离扫罗公吉的手 人在这个世上不可能实权实美 这个世界总有彼此竞争的事 大家都享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因此让我们产生许多嫉妒的心 无法因拥有而满足 若能放下嫉妒的心 就会发现我们拥有的并不少 使生活更加快乐 嫉妒让我们与人的关系复杂 加增人的生命重担 让笑容从人的脸上消失 扫罗有王位 有尊贵的身份 却去嫉妒当时还年少的大卫 国王嫉妒一位平民 或许会让我们觉得奇怪 但嫉妒的心理一旦产生 人就会做出旁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因此试着不再嫉妒就能享受拥有的生活 一把尺的功能不但可以去丈量长度 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也需要一把尺 让我们的生命经过丈量之后 可以活出一个更有高度更加喜乐的人生 与您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内容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顺您与所爱的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